金牌大間諜 金牌大間諜 小病不要憋 怎麼了 痛 發生什麼事 哪裡不舒服 就我剛剛剪指甲 不小心剪掉了一塊肉 結果現在 大拇哥變成蜜蜂的家了 什麼意思 大家不是說嗎 你只要有任何疑難雜症 找谷大哥 或是臉書上的眾神明 去問就對了 我就開始上網查 查一查之後去藥去買了成藥 結果我的大拇哥 就變成這樣了 我的天啊 妳是神志不清了 妳怎麼會相信網路上所說的 我也很後悔 誰知道網路上那麼多牛鬼蛇神 給我這麼多錯誤的訊息 是不是 是啊 哎呀 有病症不要妥 最重要是不要自作聰明 小毛病也可能變成大麻煩喔 現在趕快聽聽看醫生怎麼說 走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討論小病症可能抵發大麻煩的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診團 歡迎所有朋友來到金牌大間諜 相信每一個人或多少身邊都會聽過一些親目好友 原本的小毛病不去看醫生 會造成那些難以挽回的遺憾 先來個金牌大調查 現場的在座生病不會去看醫生 或者是可能不選擇第一時間不選擇看醫生的請舉手 這邊有一個朱欣儀 有一個 這有兩個 現場超過十位 請放下 三分之二以上的人 將近四分之三的人是會看醫生的 我的天啊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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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相繼 骨科的莊醫師你先說一下 你為什麼不看醫生 因為我自己是醫生 所以我大概知道我的病症大概怎麼樣 你也是 你專長是骨科 你不可能都知道 我們實習的時候 泌尿科你學過 學過一點點 腦科你學過 也懂一點 不是很專精 牙科你懂 牙科就比較遠了 比較遠 比較遠 那牙痛你看不看 牙痛 痛到很痛的時候才會看 蛤 嘉醫科 洛桑嘉餐 你是日本人 先生 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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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愛是你的朋友 阿喇是你外婆 你來台灣請問幾年 你來台灣幾年了 17年 有17年了 還習慣吧 習慣 還習慣 沒有西藏冷 沒有 沒有 你自己生病也不看醫生 很少看 因為我是專門做預防醫學 所以自己的身體的 調節的方法有一套 應該說你不容易生病 對 感冒前奏你就用大蒜 大蒜 然後就是幾乎就不會 後續就緩解 真的 所以人家是用蒜蒜很厲害的 這很好用對不對 有很多方法 其實是自己平常生活習慣 跟自己身體 如果你很注意你細節的話 你非常瞭解你身體的算法的時候 一點點風吹草動 你就知道怎麼去處理 聽到沒有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要學的 今天這一集沒教別的 就教你風吹草動 小小的風吹草動 風吹 我說外科 你是動刀的人 對 你一定要等到動刀 你才看醫生對不對 對 答對了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呢 我們自己取的藥物非常方便 然後我們也許有 一些些的醫療姿勢 所以當我們生病了 或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情 自己去找藥師 上行下校你 不能這樣說 你們是醫生 對啊 所以我自己有一個經驗 我以前每次吃完東西 就胃痛 我那時候覺得說 可能是我工作太緊張 所以胃痙磷 痛到有時候晚上沒辦法睡覺 要跪著彎著腰才能睡 完了 該看醫生 沒有看醫生 還沒看 我有止痛藥 很強的止痛藥自己打 自己打嗎 我打了以後就好了 自己打 對 有時候真的痛到受不了了沒辦法 送到醫院去開刀 開刀以後 吃膽結石合併 反覆發作的膽囊癌 這個算嚴重了吧 這算嚴重 這有時候會敗血症會死亡 嚴重 醫生這些為人師表的 上行就下校 真的 你說我們這樣怎麼看 因為你是健身教練 我們就是一個這麼健康的人 他們覺得你永遠都不會生病 我發現有了小孩之後 才開始變多了 因為都會被女兒傳染 因為我常常每次吸他鼻涕 吃他吃過的東西 你為什麼沒事要吸他的鼻涕 不是 他小朋友流鼻涕 他醒不會弄不出來 現在有一種叫電動吸鼻涕的 他不要 他有那種聲音他都不要 他連醒鼻涕不會洗 你只有把它吸出來 我太太不做就我做 對 其實鼻涕就有事了是不是 有事了 他可能會就中了感冒 或什麼 可是那種感冒的時候 我是喉嚨開始會發癢 一般大概都是這樣 反正其實我們不願意看 也不是沒有原因 就是因為你只要去 人家都會覺得你 你朋友在這邊嗎 或者我到醫院去的時候 他說你朋友生病 從來不認為你是病人 他不認為我是病人 像我自己生病的時候 我也不愛看醫生 因為對面那些名義都要排很久 就是每次去掛號都要等好久 好久就覺得好麻煩 我乾脆去藥局真的在講說 我喉嚨痛咳嗽 他就給你一包藥 就付了錢就可以走了 你就不能去找沒名的醫生嗎 但一般的家醫科 你連旁邊那小診所 通通都是爆滿的 真的是只有小朋友生病的時候 尤其是感冒忘記的時候 小朋友生病的時候 我才會把它帶出去 感冒都忘記是不是 我覺得平常真的太難了 腸病毒物這些都是會感染 可是你知道他會拿一個 很長的那個 就是要幫你吸 不是吸 它只是可能要塗藥 或喉嚨 它就會弄很長那個 我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其實我還蠻怕看醫生 樓下成藥很好買 我就會去買成藥來吃 可能有喉嚨覺得不舒服 去買喉嚨痛的藥 吃一吃可能 一吃見秀 沒有 吃一吃可能沒好 我就會換個牌子再吃吃 對 就是 就覺得今天應該買錯了 對 剛剛買錯 我要買那個才對 它大概也足以說明 大家普遍人的狀態 你們大概三個人 已經把人生百代大概說完了 為什麼不喜歡看醫生都說了 但是妳喜歡看 為什麼 我好喜歡看醫生 為什麼 我每一次只要一言重起來 就是不可收拾 另外一個理由是 因為我老公的舅舅一家都是醫生 每天都在看 對 他舅舅是耳鼻喉科 表弟是復健科 表弟妹是中醫師 表弟的老婆又是皮膚科 所以我們只要是在家族聚會的時候 就開始問診 很方便 可是像牙痛 是有一點的痛我就要去看 因為我很怕死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前面說的說 風吹草動 你一定要一絲絲的 對 還是不要拖 而且我有問過醫生 我說其實醫生 你們是不是建議就是 一開始就先去看比較好治 還是等到後面嚴重一點好治 因為我是覺得說後面嚴重 你們這個問題不是已經有答案了嗎 為什麼要問 我是想說 我就是老公在旁邊的時候 要問給他聽的 老公不愛看醫生 醫生 對 醫生就說 當然是一開始比較好壓下去 雖然說病毒也不是說 就是有藥可以治的對不對 因為一個小病 因為一個不在乎 一個無所謂 而不去就醫 放棄了最好的治療的時間 而惹上了大麻煩 這是身邊的很好的朋友的家人 他就是說感冒 然後慢性咳嗽 然後他以為是小病 然後就是一直沒有理 大概四五個月以後去大院檢查 咳了四五個月 對 我同學咳了半年 廢基水 廢基水 所以那時候就是說 已經嚴重到這麼程度 所以後來去查 就已經 已經轉到大腦跟骨頭 廢腺癌默起 他會轉到大腦跟骨頭 對 最容易轉移的 所以現在這幾年 廢腺癌死亡率非常高 然後發生率 他也沒有抽菸 作息都正常 對 為什麼是他們這些人 這麼倒楣 就是現在的空氣 汙氣污染非常嚴重 大家都吸一氧的空氣 為什麼是他們 然後有些可能 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 因為我舅媽也是這樣走的 這幾年發生率越來越多 當然就是說你不要說 得了這種重病的時候 千萬不要放棄 因為從那個時候 就是說我有很多生活的方式 調回來以後 目前還有希望 肺腺癌有救活的機會 有機會 一定要你吃的方法 生活的方法 你的睡眠調洗 運動 全部配合起來 就有機會 我手上有好幾個案子這樣子 是成功的 已經是默契 已經走過來 所以不要放棄 對 千萬不要放棄 我們今天有時候有輕忽的 對 不在意的 另外一個就是放棄了 反正救不活了 有吧 一般人就兩種這樣 有些是還是被嚇死的 被嚇死 沒有希望 就是說醫生說OK 你已經沒希望了 默契 醫生其實是一個 講話是一種藝術 通常比較嚴重的是我要給他信心 比較不嚴重的是要威脅他去做預防 所以這次有一個技巧 你們懂了沒有 懂了 只要我講話嚇你了 表示你沒什麼事情 對 大家如果說安慰你的時候 表示你已經沒幾天了 對 嚴重 要注意 要有信心 這個手號的藝術太高 好可怕 你現在聽懂了沒有 我聽懂了 天啊 你這樣住 爛掉了 還是你還好 沒有 我沒你 我可以很健康 其實你還是只要有刷牙就好 沒問題的 你抓到了 你抓到了 口牽來 很可怕 好可怕 我要分享一個非常非常悲慘的故事 那個是我 悲慘的 是非常悲慘 因為他是我的高中同學 是我醫學院同班同學 他是網球校隊 他打得非常好 他以前打網球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流一點鼻血 他可能覺得因為太乾燥 運動量太大了 所以流一點鼻血 他也去看一般的診所 當然我們不是說診所不好 診所醫生看一看 覺得OK啦 應該是黏膜 受傷也沒什麼關係 進了醫學院以後 他是一樣打球 不只流鼻血 他有時候會耳鳴 耳鳴出來囉 就到醫院去 到醫學中心去做檢查 也沒有事 醫生跟他說沒有什麼問題 接著我們就即將要畢業的時候 因為我們學了很多醫療常識 他也覺得我一定有病 事情不單純 對 然後就到複色醫院找我們的教授 做進一步檢查 結果診斷出來是 默疾了 食慾不佳 別輕忽 可能是這個病 他平常都喝200的人喔 就他連喝不到50 我就說我要看醫生 結果醫生一看 唉唷 還好我有帶去 因為他 蛤 大間諜 診斷出來是 鼻咽癌 默疾 默疾喔 可是他不是在大學嗎 其實有時候我們也不能怪 檢查的醫生 因為有時候他那個時候可能 還是比較深層的地方 需要做更精密的檢查 只是醫生沒有幫他排到 那麼精密的檢查 結果後來他在醫學院 畢業的前夕去世了 他雖然很努力的治療 我們畢業紀念車上有這個同學 可是他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我要講這個故事的意思說 如果你有症狀 你也去治療 盡量治療去做檢查或治療 如果一直沒有好 一直沒有好 趕快換個醫生 或做更進一步精密的檢查 不要認為說 可能就是這樣子吧 因為當你 症狀一直持續都沒有改善的話 恐怕還是有問題 我這個嚇人了 說 這個當初又要不是好好自己 這個底子好 要不然現在 他細切 他有細切過 對 現在就我們就見不到面了 好不好 其實那個時候其實 就是晚上在看電視 而且我還記得我就看到他的節目 就一代 看他看完之後 然後就是你又習慣起來 你就聽到 那個聲音 好不好 那關鍵 關鍵 對 就那種 動的聲音 動一聲 欸 起來 你也不在意 動一聲 其實一點點痛沒有 沒有那麼痛 那你就上完之後回來 記憶看 也不太清楚 就是還是一樣 因為你就拱在那邊 坐在那邊看 然後上床睡覺 第二天是 我還記得那天是禮拜五 我是一整天的課 四堂課 我連續上了兩堂課的時候 我發現我呼吸吸不上來了 我平常大概可以上去 或不換氣 可以唱兩三首歌那種感覺 結果那個心肺太好 然後那氣就是整個吸不上來 喘不過 對 你就 會這樣 那你帶著麥克風 你又不能有那種 你不能有那種聲音 那學生會跟著一起叫 所以好 你就忍著 那一堂課是硬撐著把課上完 你還上完 對 整整把他上完 上完之後 好 晚上見囉 好 晚上好 那大家都回去吃中飯 然後就在那吃吃吃吃 所以我覺得真的 連飯也吃不下 你是覺得整個呼吸沒有辦法 很舒服 我好像有一點點感覺這樣 氣就上不來了 氣整個上不來 我就到了醫院去 因為很愛面子 但是大家知道你是 是宜康老師 所以我那時候還拿了一個包包 所以我連進去的時候 我都還不想讓人家知道 我是一個生病的人進去 我還一步這樣走進去 好像去看病的感覺 對 就人家 我也想讓人家知道 我是去探面 而不是看自己 所以當他給我做個檢查 說馬上要先照X光的時候 我也說好 他說你先照X光 我X光一照完 他看到那個片子 他就說你不要 他發現我已經有一點症狀不對的時候 他就說你不要動了 他拿一個輪椅來推我 從X光 他看到了什麼 他看到我的X光照出來是一個洞 破了一個2公分的洞 他那個時候就說 你這破了一個洞怎麼很嚴重 我說這樣好了 我說好 沒關係你要怎麼處理我OK 那你先答應我一件事 你就說我可不可以先回家 把我的包包換好 換衣服我先餵一下狗 因為我狗早上沒有餵 我說我先餵狗 然後弄好之後 我在回來醫院裡面 你再來給我做診療 他說我現在如果放你走 你現在出去外面所有的責任 我要來擔了 他不讓我走 他怎麼樣都不讓我走 然後我就趕快第一時間就 馬上弄完沒多久下午就直接動刀了 就開刀了 肺就切削了一小片 我還要把它拍下來 就是破掉那個地方 但是他說這種氣胸是會在 所謂的復發 或是說這個 你當初沒有第一時間弄好 那氣傷不來就那個 氣胸的原因是什麼 你呼吸太用力了 這個是 這剛好今天就在 所以剛才有講到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空氣 因為我長時間 而且這算是職業傷害 我覺得我長時間 是在溺斃室的空間 用這樣所謂的空調 你永遠不知道 那個空調的那個空氣 力氣是有沒有換過 或是那個你看 我們講說醫院裡面那些空氣 它都沒有去清過 那我是在室內的那個空氣循環裡面 而且就像所謂的大麥廠 對 別人是二兩化碳全部殺 我一個人就吸光光 我又在台上最高的地方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你看我沒有抽菸 我沒有喝酒 得氣胸在裡面開到的全部都是 腦冰 抽菸 抽很久的 其實這個很多是自發性氣胸 自發性氣胸 自發性氣胸就是 通常會發生在一些年輕人 活力很好的人 打籃球運動 高一點的人 他就是氣胸 他一下打就喘不過氣來 那一次光一照就一片白掉了 對 整片白掉 如果嚴重的話當然 不是很嚴重 可能也許我們放個胸管就可以了 嚴重一點可能就要把破損 損壞的肺也要切除一部分 你知道人在就是免疫力降低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被因為那種空氣影響 我也因為這樣一直咳 就是因為吸那些空氣之後 我就一直咳 咳到之後也是廢積水 我也都得過廢積水 也是從後面給你擦一個 一個像筷子一樣的針 從後面把你水 廢水給吸出來 我就是碰過這種 所以我覺得傷害最大的幾乎都是廢 來 嚴霧就醫害造成了 雅科 謝懷德 謝醫師來 那個我最近講一個 我一個病人的故事 就是他跟我說 他爸爸就是年紀比較大 大概八十幾歲了 常常就是 很瘦 身體很瘦 吃很多東西 可是身體很瘦 八十幾歲 很瘦 真的老人家很多 很多嘛 對 就是說那你帶過來看一下好了 不吸收嘛 對 他就說他常常去看腸胃科 奇怪腸胃科怎麼跑來看牙科 腸胃科意思是跟他說 他吃胃潰癢的藥 常常吃胃潰癢 老人家肚子不舒服 結果帶過來一看 老人家活動假牙已經摔壞掉了 就那種上拿下那種活動假牙 活動假牙 進出自如 進出會痛 進出會痛 這個是個症狀 是可能喔 這症狀可能不是我們能夠處理的 所以當然進出會痛 因為他假牙有點摔到了 邊邊有點尖銳 放進 放出的時候會有點痛 刺到牙齦 刺到牙齦 對 牙齦很嫩 刺到會痛 所以他就變成吃東西就 可能正常要咬十下 他就可能咬個三下五下 就活潤就吞下去了 沒什麼咬就亂吞了 交給胃去幫忙 是吧 所以他時間一久咧 他就開始胃的負擔就變大了 沒錯 結果呈現出來就是一個 胃潰癢的狀況 胃潰癢就這樣來了 後來咧 假牙把它重做 進出不會痛之後 胃潰癢就好了 妙了吧 這個胃潰癢的感覺沒想到 只是一個進出的 活動假牙 活動假牙 想都想不到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女性的病患 大概三十幾歲 那她是由朋友介紹 來看月經痛的問題 那她那時候看起來 就是人瘦瘦的 乾乾的 然後臉色很暗沉 黑黑的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看經痛 因為我們看完之後 就是幫她做針灸 那她一躺下 因為要針下腹的位置 然後就發現她腹部非常硬 摸起來就是一個硬硬的一包這樣子 因為我們正常的下腹 對 大家其實下腹是有脂肪 你摸起來她應該是有點軟 有點彈性 她摸下去就動 就是一個硬硬的 很大一坨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不對 你這個應該有長東西 然後就叫她去婦產科做檢查 那她也是被我催了好幾次之後 她才去做檢查 然後去做檢查 就發現她子宮已經有一個 大概十公分左右的大肌瘤 十公分 子宮肌瘤有十公分 對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肚子這樣大 你都不會覺得奇怪嗎 她說我可能想說 我只是便秘或者是便胖 但她其實人是瘦的 我遇過好多個女孩子 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你後來發現她肌瘤很大的時候 你問她她都會說 我覺得我只是便胖 所以只要是女孩子人很鮮瘦 可是肚子是大大腫脹的 大概都有問題 有可能 那你要摸她如果是很硬的 那種就可能是有長肌瘤 那個樹邊也有可能是硬的 對 但是她是一個圓很明顯的形狀這樣 那我遇過好幾個女孩 她們其實我覺得 她們應該都知道自己有一點問題 因為沒有理由 只有大一顆在這裡 可是她們就會有一種排斥 不敢看 對 她們不敢看 很多都是這樣 她不敢看 即便她看了 知道有 她們也不願意去做 而且有肌瘤的人不只是痛經而已 她有別的症狀 對 有時候痛經排便 排便不順 所以她就覺得只是便秘 便秘大肚子這樣子 沒有 女性同胞 甄莉 應該還有嗎 當然 在說什麼 還有便秘嗎 還有 而且也很有筋痛 還會痛 會 我有遇過一個大概 五六十歲的中年人 他來看病的時候就是講他皮膚癢 他就是皮膚癢 就皮膚癢而已 段段去大概一年 癢一年太不尋常了 但是有時候過敏 也有可能皮膚癢一年 大家一定會有這種經驗 她就是 對 她有時候就是買一點 陳藥抗膚質癌 擦一擦又是癢了 是不是擦一擦 就是十小時外 但她就是因為已經一年了 家人家來看 就來看 我看的時候我就覺得 欸 她好像有一點黃 可是說實在話 因為我們黃種人 尤其五六十歲年紀的人 有時候黃 你說看皮膚黃 對 如果像潘老師黃 我可能也看不出來 她是不是真的是黃 就是說 你如果她的皮膚色很黃 我看肉體她真的黃 你意思 我有固定曬太陽的習慣 對 所以我意思說 像這種健康膚色的就看不出來 我是渴的 其實她氣色不知道怎麼搞 我說不上好 奇怪 你也好不到哪些 你也好不到哪些 為什麼要互 因為她們為什麼要這樣 我是要不今天下午 要不然今天要錄影 我下午就要曬太陽了 因為我會習慣 妳要推出去曬太陽 會自己注意曬太陽 因為我固定會曬太陽 好 注意這邊 來 繼續 對 所以她就是也是一樣 就是有點這樣子黃黃黑黑的 可是其實你也覺得還好 但是因為我就想說 還是 其實我有看那個眼白也還好 但我想說還是驗一下好了 就把她驗黃膽 結果一驗就發現 她的那個黃膽指數有高 肝功能也有異常 結果還發現她是 膽管癌 就是說 膽管癌 表現出來外面會有皮膚癢 對 所以我常常都說 會痛的 會痛的還好 不會痛的最可怕 因為你沒有曬 沒有徵兆 像膽結石 大家膽裡面長結石 很多人都有 會痛 你痛會去看醫生 開刀拿掉 好 她的這種膽管癌常常就是 因為她是塞在那邊 她的膽汁回流異常 所以她很多都會跑回到皮膚 血管跑回到皮膚 所以就是皮膚有點癢 皮膚有點癢 就這樣子而已 她就是皮膚癢而已 因為她的膽汁回流異常 那個癢會抓到流血嗎 會 當然會 有 你看她這裡的症狀 對 你這樣我好害怕 她很容易抓又紅了 她也有變黃 你看看 真的有 因為我覺得很容易卻全身發癢 妳可能家裡養貓 沒有 我家沒有養小寵物 因為我們家小孩都怕 像這樣是過敏嗎 我一直覺得會不會是過敏 妳應該是先去看一下皮膚科 確定如果不是皮膚 對 如果皮膚科覺得不是皮膚科的問題 應該要抽血檢查一下 等於是做不到 皮膚科如果他說不是皮膚科的 一問題他就要抽血檢查 嘉義科有什麼建議 對 或是就是你先測一下過敏源 過敏源 對 然後過敏源測不出來 皮膚科的問題排除以後 就是要去看風濕免疫科 風濕免疫科 對 最容易發生的事 因為它跟貼氣氣溫變化有關係 是不是 風濕免疫科就是受到刺激 季節的變化 情緒的波動 都會引發這種東西 我的情緒喜福太劇烈了 所以情緒 妳看她在節目上的表現就曉得 她的情緒的強度 她的情緒強度大概只輸 誰越靈一點點了 好 她還輸了她有問題 好 謝謝 沒有什麼問題 來 中醫師 羅醫師 有什麼建議 其實她那個狀況的話 就是要先排除 要看是不是 如果只是單純的過敏 我們中間來講它是跟那個情緒有關 有一些乾火 乾癒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屬於血虛型的 血虛型的它的皮膚癢就是比較乾 皮膚是屬於比較乾燥 那需要一點氧血 或是說如果是一些情緒壓力的話 我們就是要降一點乾火 去把那個 因為大部分癢 紅疹這些症狀的話 都是屬於火氣大的一個情況 非常好 可是幾乎不是只有四肢 還有身上 對 就是全身 當然 她要講就是妳皮膚的狀態 對啊 全身 我覺得問題不單純 因為我曾經有免疫性 不然我們就要看妳 全面喪失 不是局部的 我是全部 我只有這張臉是完整的 其他的頭皮 腳皮都有 全身跟穿三甲人一樣 了解嗎 妳的 所以我覺得這有問題 不單純 你約腳約癢 你叫我約腳約癢 妳最近可以少穿一些毛線毛海的東西 因為它很容易讓妳不舒服 會氣 而且那種癢通常是不會有 不是像那種一味性皮膚炎會有一些 對 它就是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就是有點癢 對 沒有什麼 就是有點癢 你上面會繼續癢 聽完了這麼多可怕的案例 陪診團有沒有曾經被拖到 而發生嚴重的後果的 好不好 有沒有 有 有 就先從真理開始 我真的很關心妳 妳先來 可是我講的不是我 妳講誰 我講是我兒子 因為我兒子他就 有一天他就摔倒了 摔倒的時候這邊就破皮 我想破皮就是擦藥 把它弄一弄就好了 可是隔了大概兩天後 他開始發燒 我想說感冒了嗎 我就給他吃了那個成藥 就是小朋友的那種喝的 就是止渴的 妳幫他配的 對 反正就是買的 就喝三天 因為通常小朋友燒 就是要燒三天 所以我也覺得OK 可是因為到了第四天還在燒 那個第四天剛好又是星期天 所以呢 我想說 那不行還在燒 醫院沒開 他爸說那就去掛急診 然後掛急診後發現是 剛買回來叫阿姐 那我先回來 他腳動不到 整個就翻起來了 來 自己來 強效接不及 先噴 再接 有沒有 睡到隔天起來 整個皺 越用越 好可愛 他爸說那就去掛急診 掛急診後發現 是蜂窩性組織一造成 一樣的傷口 就是那個傷口 裡面 他有種嗎 他沒有 可是他就是 就是這邊感染了 可能有感染或幹嘛 你根本沒有辦法 肉眼看不出來就毀了 而且你知道他就因為這樣 他就住院了五天 因為要打抗生肚 所以就住院住了 然後我就被罵到 罵到慘 因為他說 你都不知道那是風危險 很危險 我說是 這裡跌倒發燒 你會聯想在一起嗎 不會 也不會 他又不是今天破皮就發燒了 他是隔了幾天 才發燒 所以你根本不會聯想在一起 你知道嗎 這一個 我對我老婆就害羞 是真的很抱歉 我讓她騎腳踏車 騎我的腳踏車 我說要騎腳踏要高 你不要坐著那種這樣子 腳踏又不是小孩子 腳踏車大人騎要大人的那個勾度 來 騎我的 他騎一騎 好騎 剛買回來腳踏車 繞一圈回來 回來以後他腳夠不到 沒算到那個 沒踩到 他就下去了 卡 整個都翻船了 他這一翻船之後咧 就一扭到 趕快處理 先冰敷 冰敷 他疼痛感降低了 來不及看醫生 禮拜六 禮拜天他沒開 來 自己來處理 雲南百藥 整個噴 大臉最好 然後再來拿那個什麼 那個這個藥布 強效貼布 長田 先噴再貼 有沒有 睡到隔天起來 越用越嚴重 蜂窩性組織炎 對啊 就他表皮 他的表皮 他的表皮潰爛 然後整個變成這樣摸起來 好像鱷魚一樣那個皮 你知道 整個紅腫你知道嗎 我才對他亂抱歉的 對我老婆真的 對不起 對不起 對啊 可是有時候你根本不會想到 是不是跟體質有關係 之前有一個案例 新聞報很大 就是一個小朋友 就是蛀牙 像這樣子 這麼大一個蛀牙 就這麼大 這麼大一個 他是其實 你看他已經蛀到裡面 神經都爛了 所以他其實 其實也不痛 蛀成這樣還不痛 因為他神經已經爛掉了 他從中過去就不痛了 蛀到神經 神經就爛就不痛了 所以他一顆一顆一直蛀 最終那些都是細菌 就是嘴巴都是細菌 那細菌很濃的時候 就是有感染的來源 所以就變成 臉部的蜂窩性主治 臉部的蜂窩性主治 他直接到我們的腦部 是很接近的 所以是會有生命危險 為什麼要說什麼過敏啊 神經不舒服啊 那個整個上到頭就要小心了 真的 整個上到頭 通通都在頸部以下 整個上到頭去大概 狀況都有點危急 因為他全口都蛀牙 所以牙齒其實基本上要拔掉的 然後後來他是因為 總不會拔一整個嘴巴吧 要全拔 小朋友本身有心臟病的問題 唉唷 那後來就是 因為有心臟病問題 變成麻醉風險又很高 結果呢 所以能夠麻越少次越好 所以只麻一次全部拔光 唉唷 結果後來呢 走了 對 為什麼要拔光 結果不是因為拔牙走了 是因為 麻醉造成其他的問題 拼花症而走 所以其實小朋友的注意 因為小朋友在 爸媽在幫他刷牙其實很困難 因為小朋友會掙扎 那些爸媽就說 很難說很難說就算了 可是小朋友注意牙 其實他小朋友的牙齒 他的那個結構跟承認牙是不一樣的 注意牙一住進去 就是整個是散開的 像散彈槍一樣 那有些爸媽如果說不照顧了 就一直放放放 就很容易變成小朋友的風惡性主持人 最多 所以現在都會叫人家屠佛 對 來 朱信儀 有一陣子 我兒子就生病了 然後因為我想說小孩子生病嘛 其實我很想帶他趕快看醫生 可是又覺得說 小孩子吃太多藥也不太好 結果有一天早上餵他喝奶奶 他平常都喝200的人喔 結果他那天喝不到50 我就覺得他奇怪了 我就說我要去看醫生 朱朱說不要 他覺得他小孩子就是 跑跑跳跳多喝水 然後多喝水吃維他命斯應該就好了 我說可是我覺得不對 因為他平常那麼愛喝奶奶的人 他今天早上50都喝不到 我覺得他可能喉嚨有 不舒服了吧 你可能影響他喉嚨了 你認為不可能那麼沒胃口是不是 對 我覺得我兒子超愛吃的 怎麼可能200C 200奶奶一定是都要喝 還要在另外家的 她那天就喝不到50 都是喝不夠的 不可能喝不完 對 然後那天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就說那不然這樣好不好 如果沒事 我叫醫生不要給他開藥 就是確定一下嘛 也看一下看心安 他會說好 那你去 結果醫生一看 唉唷 還好我有帶去 因為他是 他們都是小白點 所以才會過動 所以他 可是因為他沒有表現在手足口病 他只有口 他沒有手足 一般腸病毒會有一些手會過 對 或者是腳什麼的 嘴巴也會有 可是他沒有任何徵兆 所以我沒有發現 還好他得的不是重症 腸病有分重症嗎 腸病毒有70幾種型 所以他不一定的表現 有70幾種 對 也不能講幾種致命 因為他都有可能 他最大的問題是要容易跑到腦部 所以他有時候會有腦炎 腦膜炎 有的還會跑到脊椎 因為我們有看過就是 跑到脊椎變癱瘓 癱瘓的有 所以其實重點是說你要 至少你要知道 就算你只是 對 腸病毒也是呼吸到癱瘓而已 但至少你要 給醫生看過 你好確定 萬一發生什麼 比如說腸病毒重症前兆會抽絮 你就趕快送醫院 你要先知道你是什麼病 這個如果當普通感冒 他普通不舒服的來看待他的話 後果就不該這樣 總是醫生要告訴你說你發生什麼 因為他常常 重症是睡覺的時候會有點抽虛的現象 萬一他脫水怎麼辦 所以小朋友千萬不能輕忽 為什麼 你小朋友其實能跑能跳能吃就好 但是如果他吃不下 跑不動 拉不出來這就危險了 好 因為不小心 小麻煩 小麻煩 竟然變成大麻煩 甚至還有致命的危險 我們今天往下一個環節 應該是大家最近 因為剛剛他講的都是 在過去的幾年 最近 你有沒有 我來囉 風吹草動來了 有沒有 風吹草動有怪 最近你有沒有覺得怪 哪裡怪 維如 我最近很奇怪 心臟好怪喔 你在那種沒有知覺的情況下 可能不再講話 我突然會聽到我心跳聲 蹦蹦 然後他好像就停掉的感覺 當我注意到說 我心臟怎麼停了 他又開始跳了 就是那個心臟跳動的感覺 為什麼會突然被我發現 這麼年輕他就懶得跳的現象 不是 然後我就去上網查 他們說會不會是因為我心臟 就是可能喝咖啡 可是我跳動的情況 不是在我喝咖啡之後發生 心臟到底是跳多長時間 他是跳兩下 跳兩三下 心臟應該是一直跳 這是有心率不整 因為女生有你瘦又高的話 第一個要懷疑你心臟有什麼 譬如說 可能要做進一步的心臟超音波檢查 要超音波 對 不超音波 他的建議是這樣 不會 只是找專業醫生 心臟科專業醫生 你還是需要看的 做進一步的心臟 你注意到這裡是很重要的 有人就不當一回事 絕對無所謂 我這輩子沒有發生過 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有一天早上起來 暈眩 我暈 暈到吐 暈到我都趴在馬桶邊吐 然後我女兒還在拍 我說爸爸你怎麼了 我暈到我沒有辦法對焦了 天旋地轉 我想說眼睛閉起來看看 眼睛閉起來看它是沒有重要 可是我如果一側又開始轉了 我就去檢查 檢查說我沒有任何的問題 看了也看了也 什麼都反正都沒有 那個暈是什麼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到現在還搞不太清楚 可是他有跟我講說 我知道我在那個暈眩之前的 那一個禮拜 工作量大概暴增兩倍 就是可能一早早七點鐘 七點鐘就要去 可能就要到了南部去 然後晚上一整天這樣回來 跳跟錄影跟活動 所以就變成 是不是因為太勞累 導致我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暈眩的原因很多 但就是說第一個 第一個要考慮的是 是不是大腦裡面有出問題 如果大腦裡面造成的 就是central nerve system 就是這個沒有出問題 造成的暈眩 通常都是耳朵的問題 就是說你失衡那個平衡管 失衡 然後突然耳心有吐了 還是我聲音音樂聽了太大聲 都有可能 所以有時就是調回來就這樣子 但就是說這種 有些人會復發 季節變化 情緒變動 或是有些女生就是說生理期 或這樣子就是天前定狀 是不是跟更年期有關係 荷姆都有關係 也有可能 有這麼多的可能 對 他站了一個症狀有這麼多的可能 但是還要注意到 還是要做進一步的 注意到腦部的血管 腦部的東西 腦部的血管 要注意到或高血壓 你只要神經內科 心臟內科 再加耳鼻歐科看完 整個都解決了 哪三個科講一遍 心臟內科 耳鼻歐科 神經內科 神經內科 這三科喔 對 三科 三科一起檢查就會找出答案 能多看就看一看吧 好可怕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還蠻健康 但是我發現我最近起床的時候 起床都沒問題 重點是下床開始走路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腳一直都是麻的 大概要走到十步 十一步的時候 才會開始漸漸有知覺 這樣是正常的嗎 這攝影師不正常 這攝影師不正常 媳婦貼心送檢檢 意外查出病症 媳婦就送她做個健康檢查 JAM 她就去醫院做了檢查 X光一照 看到一個藝藥的現象 馬上做經濟部檢查 三科就走了 那後不會不要檢查她反活 很多人就有這種心理 就像我的岳母一樣 我說我送妳去檢查 她說我不要 她檢查出來怎麼辦 我媽也是這樣耶 可是我說不能 要相信科學 相信醫學 下床開始走路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腳一直都是麻的 大概要走到十步 十一步的時候 才會開始漸漸有知覺 這樣是正常的嗎 這攝影師不正常 當然她那個位置 在腳掌的地方 我們擔心說會不會腰椎 在四五節這邊 有椎圓盤突出壓到妳的神經根 但是因為她可能壓到不是很厲害 所以你肝胺死的症狀 就在起床的時候 因為天氣比較冷 比較僵硬一點 所以肝胺死會在那邊 有一些發炎反應 所以它會傳到這個腳板 這個地方來 但是也要注意到 最近的血液循環各方面 有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有時候 假如有病的抽筋的情況的話 一些電解質方面也要注意一下 看有沒有一些不平衡 像有一個另外一個案子 它是比較特別一點 它來的時候 它是這個背痛 痛到臀部 痛到臀部 痛到大腿的後面 這種很基本的 大家想說慘的 可能是坐骨神經痛 應該壓迫到神經痛 可能是這個骨頭骨頭中間的 椎肩盤突出 突出壓到神經 壓到神經根 她網路上一看 這個可能要開刀 而且痛到那麼厲害 她撐了兩三天以後 她覺得說不行了 還是要去看醫生 很不想進醫院的 後來她一來了以後 我們幫她做了身體檢查 我發現只有單純的肌肉 在這個地方有個痛點 一壓超級的痛 而且它會傳到下面來 我們會用觸診 還有就一些 當然你看到有時候 我們拿囊頭敲一敲什麼的 S光片也照了 核子共振我也照了 我跟她講說 你確定不是坐骨神經痛 而且你椎肩盤是好的 你可以放心 她都麻了 很深層的肌腱炎 她有時候會痛到她 會轉移痛到下面去 所以她那個痛是轉移下來 後來我在她局部的痛點 打了一個肋骨唇 然後一打了以後 她疼痛立刻從上面 完全消失到下面 她立刻可以下來走 來的時候是跛腳的 但是離開診間的時候 是走著出去的 其實不是每一個疾病 每一個狀況 你都能夠找到一個 確定的診斷 這在醫學上常常有 一個疾病的原因 很多1 2 3 4 5 到第10個一定是 unknown 不明原因 有時候也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只要你關心自己的身體 有症狀 不要忘記去做一些 早期的去做一些診 檢查最重要 有時候看了檢查的報告以後 也會覺得 也會覺得她 不知道為什麼 像看了報告就覺得 自己已經檢查過了 可是報告上面 有些提醒 有時候會忽略她 對 我們的節目 當然就是希望 能夠早期發現問題 然後徹底治療 完整治療 把它治療好 這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呢 健康檢查非常重要 我要分享一個經驗 有一個40歲的公司負責人 他去做一般的健康檢查 只是檢查大便的 潛血反應 潛血反應是什麼意思呢 就大便裡面 有沒有看到紅血球細胞 只有檢查出來是有 那醫生就建議他說 做進一步的大腸內視性檢查 他聽話了 他去做檢查 就做檢查 看到有一個 腋肉一公分多 但形狀長得怪怪的 那醫生就把它拿掉 送去化驗 是早期的大腸 還好是早期 早期 那這拿掉 拿掉就好了 拿掉他什麼都不用做了 只要定期追蹤而已 到現在他還可以去參加 鐵人三項的比賽 非常好 所以檢查很重要 有時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檢查 大便 驗個有沒有紅血球細胞 就可以找到你的大毛病 早期治療完整的治療好 還有一個比較不幸的案例 是一個50歲的媽媽 他也不醃不酒也很少做菜 他還常常爬山 他可以爬玉山爬兩次 結果母親接受 好健康的一個人 非常健康 母親接受 媳婦就送他做個健康檢查券 他就去醫院做了檢查 X光一照 我看到一個異樣的現象 馬上做進一步檢查 肺腺癌第四期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他三個月就走了 他也接受了標靶 他也不能開刀 化療 標靶 那會不會不要檢查 他反而活動 很多人就有這種心理 就像我的岳母一樣 我說我送妳去檢查 她說我不要 她檢查出來怎麼辦 我媽也是這樣 可是我說不能 要相信科學 相信醫學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肺腺癌X光 我們現在常常接受的 一般的檢查X光 有時候她檢查出來都太晚了 其實有要做更進一步 精密的檢查 像現在講到肺腺癌這個東西 肺腺癌目前已經是 國內十大癌症行的第一名 他的腫量已經超過了 大腸癌跟肝癌的總和了 怎麼說這幾年這麼快 對 而且他 診斷出來肺腺癌的時候 百分之六十的病人 就十個有六個都是末期了 末期機活不過半年的 然後他佔了整個健保 花費的很大一部分 那怎麼辦 那現在怎麼辦 我去做X光檢查 健檢X光檢查 他也說沒事 那其實很多時候 有更進一步的檢查叫做 然後這個要 對 但是這個問題 這是要自費的 大概需要到五六千塊 所以這個其實都應該建議 如果是三四十歲以上的人 定期可能兩年或三年 應該做一次檢查 他可以早期發現 我們有看到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三十歲的女性 他定期是去做健康檢查 檢查都沒有問題 有一次去做檢查的時候 小姐就想要推廣業務 就說你要不要做一次 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再加五千塊就做一次檢查 他說也好 就去做了 檢查之後有個0.4公分 很小的一個總塊 追蹤之後 他覺得他不想等 因為一般來講 這個時候很多醫生就說 觀察 觀察 可是他說我不想觀察 因為他覺得我不想 等他哪天變壞的時候 怎麼辦 就去切掉 就是跟弱迪一樣 去做內飾進去 一個小傷口也進去切掉 拿出來化驗 是肺腺癌非常早期 也就切掉就好了 他住院只住了一天 開完刀隔天就出院了 現在五年了 五年之後現在好好的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任何 其他的治療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肺腺癌並不是完全的 這個無能為力 肺腺癌其實早期發現 治療效果非常好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們常常發現 又有症狀 又有咳血 又是光照出來之外 都末期 末期大概活不過半年了 好 肺腺癌什麼樣的症狀 以 絕對跟肺腺癌有絕對的關係 什麼症狀 症狀 肺腺癌最常見的症狀就是 好疼 好 健康觀眾朋友今天收看 我想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大家今天應該看的是 一頭霧水吧 沒有症狀要早期檢查 定期做健康檢查 就是要檢查 照片講的 沒有症狀還不只肺腺癌 我們的膽也是 我們的肝也是 但是有些慢慢會有一些小的症狀出來 有些慢慢可能他常常會咳嗽 久咳不育 他咳嗽就不會好 久咳不育 或者莫名其妙他肺部積水 莫名其妙就會來一個積水 積水不要小看積水這個問題 要非常小心 當然那個醫生他幫你積水抽掉之後 他一定有去做檢查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預防勝於治療 但我也有說 預防不等於治療 你不要說因為覺得因為預防了 就像剛才那個我們嘉義科說的 他知道 隨時住防範 防範於未來 所以他都知道一件事情的起源在哪裡 應該不太需要治療 但是熟了該治療的非治療不可 任何小病只要拖下去 你只要拖下去到後來 你就被拖下去 對不對 再拖 死神就來拖你了 好不好 不要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 每個禮拜到禮拜五晚上就連到十點 中天娛樂台 主持收看金牌大街店 我們下次再見 注意健康 拜拜 謝謝 謝謝 好 因為 謝謝 金牌 大家 琴 C 動